这马贼头目竟然是洞悬上镜的大念师 仅是一道念力是出 宁缺的脑海中便如兽万以实心之痛 眼看宁缺如此 墨珊珊哪里还不自身 哪怕体内气海空无 也是要拼死画出那一道不定符 可这符咒唯有致命境界的神符师方可画出 墨珊珊此刻修为远是不够 能够使出便已是妖孽 尽管只是空住这头目三秒 可这几短暂的空白 对宁缺已是足矣 趁机脱困拖刀挥出 刀锋入肉 刹那破骨 哪能想到奄奄一息的宁缺竟还有一战之力 想来今日刺杀再无机会 这头目转身便驾马逃离而去 大战落幕 看着眼前惨死的姐妹 墨珊珊心中伤痛 她恨恨那所谓联军 竟可袖手旁观 心中暗暗发誓 定要为这死去的灵魂 讨回公道 我很生气 两队的事情 总要有一个交代 宁缺看着眼前天真单纯的墨珊珊 心中不由觉得两分可爱 我有点喜欢山女 墨珊珊心中一愣 一时竟不知该如何答复 我有喜欢那两分 只可惜墨珊珊此刻并不知道 她每日都在临摹的鸡汤贴的本尊 竟就在自己身旁 山主喜欢这副字 不是喜欢 是很喜欢 宁缺心中无奈 倘若自己开始就表明身份 故事又该如何美好 宁缺还在美梦 却不知墨珊珊此刻已在联军大营 这屈你老夫率先发难 直言墨珊珊号称殊胜弟子 面对马贼却切入胃战 致使联军将士死伤无数 你可知罪 墨珊珊心中一愣 好一个正义之师 静善颠倒黑白 墨珊珊当即便将方才战况说出 自己拼死送出求援福音 却踏无音讯 定是你这宝贝 想那借刀杀人 见死不救 一派胡言 诬陷老生 就看墨珊珊不慌不忙 便要这罗将军展示出双手 一证便知 这将军心中一证 眼看场中各门各派皆在 亦是不可推脱 可想来一女子能玩圣把戏 脱下那手套将掌心示众 匈你见状已是荒了神 这墨池苑独有墨文服输 只要沾染便有墨汁痕迹 这就是证据 这罗姓将军已是不敢言语 可匈你宝贝哪可善罢 贼赞陷害 我偏死 眼看这白塔似众人要强行动粗 身边竟无一人阻拦 墨珊珊心中一凉 转身取出那短刃 伸出一掌 此乃浩天世界法则 歌掌决斗 生死勿论 其中一人必须倒下 可眼下已别无他法 唯有以此正清白 就此时 就看宁缺快步冲来 夺下这手中短刃 墨珊珊早已是满眼的吻屈 可即便宁缺来此又有何用 公道有的时候存在 希望我们自己逃回来 你是谁啊 众人皆是一愣 不知哪来的无名小卒 竟敢在此大放厥词 伍宫乃是越伦国主之介 天秦大德 你是个什么东西 还想和姑姑相提并论 宁缺本想掏出十三先生的令牌 已是身份 可偏偏不知该如何掏得潇洒漂亮 犹豫间 唐军一兵族认出宁缺正是十三先生 这为首将军眼珠一转 十三先生 你既然不是墨池院弟子 是不是应该坐在我身边 宁缺倒也善介破下驴 唯有墨珊珊 此刻脑海中已是一片空白 眼看这小兵族竟是书院的十三先生 这神官也不好在庇护 当即就下令将这罗将军隔去职务 仗打四十 再看宁缺 已是将矛头指向屈妮 见死不救 颠倒黑白 又该当何罪 屈妮哪里能听得一小辈教训 怒斥义女还不是二夫 你一个徒弟却还拜两个师父 莫不成夫子要为你这顽劣之徒 回去自己百年清运 先前你问我老师是谁 说要带我老师教训你 虚妮早已被怼地说不出话来 大声朗道 夫子 你可当真是老胡托 怎收得这般卑鄙无耻之徒 哪想千里之外的夫子随手一挥 这宝贝便被打出一抹烟红 众人见识已至此 不再言语纷纷离去 唯有这墨珊珊 已是不知如何面对眼前人 这曾让自己朝思暮想的十三先生 当下一礼 满怀心事转身离去 这唐国将军早已看出其中是非 悄然转身扶于耳旁 书斥是个不错的女子